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一颗名叫蓝宝的行星 它小心翼翼地说 嗨 蓝宝 我是小光 你愿意跟我做朋友吗 蓝宝惊讶地看着小光 回答说 哦 你是那颗总是闪闪发光的小星星吧 哼 我知道你 你很特别 当然 我很乐意跟你做朋友 小光好高兴哦 并且问说 那你为什么会这么大 而我却那么小呢 蓝宝微笑着说 大小不是衡量价值的标准 每一个生物 每一颗星星和行星 都有它独特的地方 跟存在的意义 就像你啊 虽然小 但是你的光芒照亮了很多人的路 他们两个很快就成为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小光学会了欣赏自己的独特之处 而蓝宝则从小光那里了解到 即使是最小的星星 也能有最大的光芒和影响力 随着时间的流逝 小光和蓝宝经常一起在宇宙中游玩 分享彼此的故事 他们的友谊证明 不同的大小 形状或背景 都不能成为真正友谊的障碍 现在 小宝贝 闭上你的眼睛 想象你也是夜空中的一部分 感受那星光 感受沉静的宁静 你可以看到小光跟蓝宝在远处嬉戏 它们的笑声跟谈话声 就像风的摇篮曲 轻轻地哄你入睡 慢慢地深呼吸 随着每一次的呼吸 你的身体会变得更轻 更轻 夜空中的星星 似乎在闪闪发光 和你一起呼吸 守护着你的梦乡 你感觉到 身边环绕着暖暖的光芒 那是小光 那是小光送给你的温暖 这份温暖 让你感觉到 好安心 好放松 再一次深呼吸 感受自己被柔软的云层包裹 你就像是羽毛一样 轻飘飘地 开始进入梦乡的入口 在那里 你可以自由自在地飞翔 跟小光和蓝宝 度过美好的时光 你的思绪 慢慢地 慢慢地 越来越平静 就像夜晚的安宁一样 我们要深入梦的王国咯 在梦的王国里 你可以尽情地做你自己 晚安 宝贝 祝你有个甜美的梦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